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中三角地区其中一部份中小企业正在想办法解决他们遇到的困难 在今年的CCTV经济年度人物评选当中 终活创造仍然是最重要的主要 各位晚上好 欢迎您收看经济半小时 我是主持人李宇飞 在问物流系列报道 今天关注公路三乱 所谓公路三乱指的是 在公路上的乱设卡 乱收费 乱罚款的行为 去年的经济半小时 在聚焦物流完整系列节目当中 对公路三乱做过多次的报道 节目播出之后 交通运输部 公安部 国务院 纠锋办等部门 是高度重视 连续发文治理公路三乱 并且建立执法长效机制 如今一年多的时间过去了 治理整顿的效果如何呢 这里是甘肃省景泰县上沙卧镇 远远看到前面正在拦车检查 司机准备了50块钱夹在驾驶镇内 汽车慢慢地开进 可以清晰地看到 一台挂着紧灯的面包车停在路边 道路两侧都停着货车 司机跳下车 走向这台车号尾 甘10796 车身也喷着公安10796字样的车辆 在简单推托了一下后 司机把50块钱抽出来 递给车里穿景服的人 然后拿回驾驶证 转身回到了自己驾驶的车上 汽车启动前行 路上这两位穿景服的人 让开了路 但汽车行驶的五六十米 又停了下来 前面又有一辆挂着紧灯的轿车 停在路边 司机这次往驾驶证里夹了一百块钱 这名检查人员臂章上露出的一个运字表明 这应该是运管人员 虽然随后的画面很凌乱 但从对话可以判断出 司机在把钱递出去以后 上了车马上起步 在一百米不到的距离内 司机送了150块钱 过了两关 这里是河南安阳与河北省 邯郸市磁县交界处的一处收费站 在交完过路费后 就进入了磁县境内 司机并没有加速 而是停了下来 一位穿着警服的人迎了上来 这位穿着警服的人 接过司机递过的三十块钱 笑容满面地离开了 不过像这样态度和蔼收钱的并不多 还是在这里 这次运气就不太好 是不是属家的 有架势吗 你自演 我看是不是属家的 说实话不我看见 确实是属眼 大伙我看不属家的 是属家的 人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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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不属家的 取走了你们夹着的钱后 这位穿警服的人 把驾驶证还了回来 这关算是过了 司机们说 跑在路上 当检查人员说 把驾驶证拿来时 他们马上就能明白 背后的含义 照顾会出去 那下午又弄不把拔拔拔 那下午又弄不把拔拔拔拔 那下午又弄不把拔拔拔拔拔拔 哎呀 幸连住啊 新南部啊 您 哪对 哪对 你啊 我干 我不知道路 你上来了 你上来了 买拔拔拔 真不用 我看下来 我看一下 买包线看来 买包线看后面车过来 快点快点我赶紧走了 司机们说 想这样给钱时还要纠缠一会儿 一是在寻找时机 必让过往车辆上人员的视线 再就是变相的讨价还价 想多要点 有时候这种讨价还价 甚至是赤裸裸的 这够呢 够不够 够够够够 我给你说 我现在每一个 每一个都保护钱 三百的钱 不然就经常够了 你把钱拿来 把钱挖来一斤打来 你把钱拿来一斤打来 那基本才是二十的钱 你卡着三个人 那个计算 如果那些一遍遍发文件 治理公路散乱的相关部门负责人 看到这些路政交通部门的工作人员 毫无忌讳的笑着收钱 咆哮着讨价还价 他们的心里该做何感想呢 从1994年开始 国家就对公路散乱进行治理 但是治理了18年 公路散乱依然存在着 其实这样的画面 在我们的手中还有很多 但是司机们说呢 这并不可怕 真正让他们害怕的是 在有些地方 乱罚款已经形成了一条 牢不可破的产业链条 并且交织成了天罗地网 让他们无处可逃 12月1号上午 记者在太原市小店区 道路运输管理所门口 认识了来自济南的李师傅 李师傅头一天 也就是11月30号 从济南到太原送灵弹快运 卸货后 空车路过小店高速公路路口时 被小店运管把车给扣下 按照交通行政处罚程序 规定证据可能灭失 或者以后难以取得的情况下 经交通管理部门负责人批准 可以先行登记保存 然而李师傅告诉记者 他被查到后 货车直接就被扣下 记者遇到他时 他已经在运管所 磨了一天一夜 期望少罚点 工作人员所说的 两万元以下的罚款 让他的心悬了起来 那么到底会罚多少呢 按照工作人员的指点 他来到了位于 运管所二楼的队长办公室 按照交通行政处罚程序规定 除以一千元以下罚款时 可以当场做出行政处罚决定 案情复杂或者有重大违法行为 需要给予较重行政处罚时 应当集体讨论 而这位胸牌编号 100566的队长 想都没想 直接一个人做出了罚款 五千元的决定 李师傅叹着气 接受了这一结果 但接下来还有难题 这一天是星期六 李师傅所在的公司不上班 委托书根本传不来 而多耽误一天 对李师傅来说都意味着损失 正在记者也替李师傅着急时 这辆白色小轿车开了过来 李师傅过后告诉记者 这位小伙子名叫樊继强 是车被扣在停车场后认识的 此刻主动找了过来 就在樊继强带着李师傅 去做假委托书的时候 新的问题又出现了 我们那没有公商银行 镇上俊农行 您的镇上没有公商银行 还有那还在俊农行 李师傅说 罚款要交到工商银行 但他随身没带这么多钱 家里所在地又没有公行 这时樊继强表示 可以把自己的公行卡号 提供给李师傅 让李师傅家人把钱汇到他这里 等了一会儿 樊继强带着做好的假委托书回来 再次来到了运管所 工作人员对这份迅速传来的委托书 根本没有提出任何意义 在让李师傅填写了简单的情况后 工作人员打印出了询问笔录 让李师傅签字 而按照交通行政处罚程序规定 在调查收集证据时 应当先制作询问笔录 再提出处理意见 而在这里一切程序都无从谈起 此时那位名叫樊继强的年轻人又出现了 他已经提前到工商银行排了队 此时李师傅家人也把五千块钱汇到了樊继强的卡上 在银行排队时 热心的樊继强向李师傅透露 以后再路过小店可以提前找他 当上查这个时候 有一个人来说 你开花钱很好办 当时吗 谁也不想说 你听我说 你要在高速头里边 要看见我 你不想下来 有人过去带你去 我就问你这个 他课计你拆了没有 你觉得告诉你我拆了 我就告诉你三百 我让你过去 一般你们肯定不成三百 我不准备这个你要三百 三百我帮你去 不然我来检查你 我就做 你们感觉这个三百多了 三百多了 你快去 三百 你夹下来 又干嘛 你查住以后 当时 最少的这个手 完全多了 当时还就五千多 完全多了以后 你回到场里边 没有拆这个三百 你先 交完五千元罚款 李师傅终于可以去停车场提车了 那么 这位名叫樊继强的年轻人 忙前忙后 为什么呢 你也看见了 忙活两天 你都得上 没事 你感觉你回到你忙一天了 你以后交了朋友嘛 忙活了两天这一趟 李师傅罚款五千元 做甲伪托书一百元 付给樊继强一百元 汇款手续费五十元 总共付出了五千二百五十元 自认倒霉的李师傅开着车上路了 那么小店区运管所一年的罚款有多少呢 记者采访中无意拿到了小店区运管所7月27号28号两天的处罚记录 记录显示 两天查扣的就有22台车辆 一位知情人给记者发了短信 短信中透露 小店运管所运管人员的开支完全是自收自支 依靠罚款生活 今年罚款就超过一千万元 由财政返还百分之八十给小店区交通运输局 小店区交通运输局再返还百分之四十给运管所 而车拖 一是和运管所人员相配合收黑钱的 再就是收黑钱不成时以帮忙名义出现 让司机能够迅速交钱走人 以避免麻烦 那么知情人透露的情况是否真实呢 记者无从求证 不过在暗访和小店区紧邻着的 太原序晋园区运管所时 一位工作人员透露 他们确实是自收自支的事业单位 嗯 自收自支的事业单位 那好像好点 那好像是个还收养不费的 那肯定就非常稍微要清理一下 交通上哪啥的事就多 以后来太原 你最好别来小家和晋园 暗访中记者注意到 那名叫樊继强的年轻人陪着李师傅 跑前跑后的时候 电话是响个不停 知情人士透露说 在小店区已经形成了一张网 四面八方的司机掉进来就插翅难飞了 而结网的就是运管所的工作人员 和一些社会人员 如果说在山西省太原市小店区 罚款的产业链还是藏在暗处的话 那么在河南省的有些地方 乱罚款已经变成了一种公开的行为 甚至超载的车辆都可以办理 超载罚款月票 这里是河南省信阳市淮宾县 由于地处河南安徽两省交界区 这里是重要的建筑用沙集散地 记者在这里采访时注意到 公路上类似这样 装满沙子的车辆随意行驶 很多重型载重车的驾驶室外面 都喷涂着相同的变字 还有各不相同的数字编号 当地的司机们告诉记者 这些都是办了罚款月票的车辆 现在是一个月 不账的钱 一个月嘛 你不账的不抵费 不抄稿 就能够账的 不账的 他一看上我都一看票 就能够账的 都不账 都不账的 都不账的 你这万一把大车就过来 司机们透露说 从2011年开始 淮宾县开始公开 为货车办理通行月票 在每月月初固定时间 对货运车辆 集中收取罚款 三轴载重货车 每月统一罚款5200元 之后在一定载重范围内 就不再单独罚款 执法部门都会验票放行 为了证实自己的话 这些司机还向记者出示了 统一格式的罚款单 也就是他们所说的大票 司机们说 除了11月份 办月票的罚款费用 略有降低外 其他每月都是5200元 12月份也会恢复到5200元 那么司机们反映的是否真实呢 记者以车辆经营者的身份 来到了淮宾县的马吉超线检测点 就在这个检测点 这辆标志着燕036的车辆 正在过放 放秤上显示 这辆三轴车车货总重量为43吨 而根据相关部委2004年发布的 关于在全国开展车辆超线超车质在这里工作的实施方案 三轴车车货总重量不能超过30吨 但过完磅秤后 这台车顺利的被放行了 为什么国家规定三轴车辆车货总重量不能超过30吨 而在这里变成了45吨呢 面对这个疑问 这位工作人员 带我们找到了超线点负责人杨伟 这事无等是个极限 杨哥让管家的规定来说 你那是一样是美洲市的 但是你要说这个美洲市的跑 他说是美洲跑 所以我下令 那个这个领导研究院来说的时候 允许他就是在这场 在控制一样东西的材料 我们也控制它是不容易的 这一个组络啊 车掉了 从前后一来去 杨伟说 在淮宾县 只要三轴车车货总重量 不超过45吨 就可以在路上正常运营行驶 但必须接受当地的集中处罚 那我们的部队人类 当然下令 那我们说大队人是 一次一次对这一轴车 进行规划 规划 还规划 一个局 一个上限 你大陆的房子在处罚 面对并不熟悉的记者一行 杨伟不愿意透露他所说的集中处罚的数额 不过最终他还是给出了这样的回答 就在我们的节目播出之前 我们得到了淮宾县知情人士的消息 12月份 每台三轴载重车辆 5200元的罚款已经基本收取完毕 只要交了钱 这些超载的车辆 会不会导致交通事故 造成道路的损坏 并不在相关部门的考虑之中 当地媒体报道说 淮宾县在今年6月份 还召开了制超工作总结会 认为现乡公路省道 城市道路环境 都是得到了极大的改善 制超工作成绩显著 而事实上公路三乱还远远不止这些 好广告之后请您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 欢迎回来 在前面的节目当中 我们看到公路三乱 已经成为一些地方路正交通人员 敛财的一个工具 从1994年治理公路三乱开始 已经有18年的时间了 公路三乱的现象不仅没有绝技 反而是花样翻新 甚至超载也可以公开的出售通行月票了 那么治理公路三乱究竟难在哪里呢 王金武河南省西辖县人 知名维权司机 曾发起过数次省级交通部门 治理三乱座谈会 这里是王金武的家 柜子里桌子上 到处都是全国各地司机提供的罚款票据 从06年到现在 我保存的原始票据和罚款的照片 几个月有上千万 在王金武这里 能够看到来自各个部门的罚款票据 公安 运馆 路正 超限站 城管 甚至还有林业 卫生 煤炭 营业部门 有的处罚决定连公章都没有 直接手写生效 这张一千元的处罚决定书 写明的罚款原因 竟是不服从管理 应该是说是 这个恶化项 总体来说是没有好转 并且有这个好转知识部分 这个隔壁部分 看的好转 答题来说应该是 比起来乱 王金武说 根据1994年 国务院关于禁止在公路上 乱设站卡 乱罚款 乱收费的通知 只有公安部门 可以在公路上设置检查站 但现在除了交警外 交通部门下属的路正运馆 随意上路查车 已经成为常态 运馆上路越来越多 运馆发困的事件 那么中国公路一年罚款 到底有多少呢 记者调查中发现 由于很多罚款没有票据 或者罚款并没有做到缴罚分离 没有任何一个部门 能给出准确数字 北京的基电商报社 曾在今年进行了一项 历时九个月的关爱司机调查 向全国十四个省份上千名司机 发放了问卷 通过实地走访和跟车体验 他们得出了这样一个调查结果 我们最后得出的一个罚款数据 就是罚款也占到咱们司机 运费收入的百分之十这么一个数据 罚款占到货车运费的百分之十 这是什么概念呢 根据中国物流信息中心提供的数据 2011年 中国道路运输费用两万七千亿元 据此推算 公路罚款在两千七百亿元 吴凡说 根据司机们反映 近年来罚款一直占到运费的百分之十左右 今年经济不景气 运费持续跌降 罚款反而有上升的趋势 一些以前相对来说 氛围比较好的省份 现在也开始有目的去罚款 这是吴凡提供给记者的调查表 在这张表上 记者注意到了这样的字样 吴凡说 根据他们了解 货运司机对罚款已经习以为常了 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副所长周天勇 曾经对罚款和收费现象进行过调研 他认为公路罚款占运费的百分之十 全国一年两千七百亿元公路罚款这一数字 还应该是保守估计 从近年看 罚款和收费情况呈恶化趋势 我觉得凭良性说话 凭事实说话 虽然什么国家这一几年加大力度 加大什么 它是恶化的 因为恶化是什么呢 就预算内的钱啊 收上来的税收啊 它养不了这么些人 所以他就开了个什么呢 就是开了个口子 叫收支两条线 超收奖励 罚款分成 就这个体制 财政部说呢 他说收支两条线是改革 但是这个收支两条线 它的一个后果是什么呢 把以前不该收的一些钱合法化了 周天勇曾经进行过比较 发达国家市场销售商品中 运输成本只占百分之八 而中国要达到百分之十八至百分之二十 原因就在于目前的管理体制 周天勇说 虽然这种超收奖励罚款分成的体制 很少有人公开承认 但在事实层面上 已经成为相关部门运作时的潜规则 这种以罚代仰最终导致公路散乱 越治越乱 相关部门为了完成创收 有时甚至是纵容抄贷等行为 养鱼执法从而形成了罚款 抄贷再罚款再抄贷的怪圈 老老实实不抄贷的谁能赚钱 鼓励所有的人去抄贷 你不抄贷怎么办 不抄贷你想不想干了 你企业不都破产了 公路三乱治理了十八年 而三乱现象依然触目惊心 明年是第十九年 后年第二十年 如果继续靠发文件来治理的话 恐怕公路三乱的现状 很难会改变 那么三乱究竟该如何治呢 关键是彻底的切断 基层执法部门与罚款之间的利益纽带 按照国家有关规定 收费罚款收入必须是全部上缴财政 实行收支两条线 同时不准向执法部门下达罚末收入任务 地方财政也不得以任何的形式 向执法部门返还罚款 而事实上 这些规定并没有得到一个认真的执行 下达罚款任务并返还提成 这依然是不少地方的惯常做法 如果收支两条线执行到位 每年发生在公路上的罚款到底有多少 这些罚款哪去了 这些问题应该会有一个清楚的答案 但是2009年四川的司机李洁峰 向公安部交通运书部以及财政部发函 要求公开2008年度车辆交通违法罚款的收入 而这三个部门的回复都说 此信息他们并不掌握 我们呼吁各地方执法部门的罚款账本 应该公开并且接受社会的监督 只有把它放在阳光下 那些执法人员才不敢把它装进部门的小金库 甚至是塞进了自己的腰包 公路三乱才能够从根本上得到遏制 明天的经济半小时将会继续来关注公路三乱 两位司机将会给您讲述 他们在公路上所遭遇到的离奇的被罚款的故事 好 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 感谢您的收看 同时也欢迎您继续关注中央电视台财经频道的其他节目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